十位港星娶内地老婆,有的攀上富婆,有的败光家产,命运大相径庭,众所周知。 上个世纪90年代是香港影视明星发展最为鼎盛的时期。 然而,如今他们的身影却鲜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,部分原因是因为内地市场的崛起。 许多港星转战内地,重新开启了事业,另一部分则是因为事业平平,逐渐淡出了公众视线。 许多男神最终在内地美人的关怀下,走入了人生的新阶段。 今天我们来聊聊那些成功娶到内地妻子的港星吧。 1.郭富城,58岁,有着香港,四大天王,称号的郭富城,是无数少女心目中的。 梦中情男,1990年,郭富城发行的首张专辑《对你爱不玩》让他在全国各地的大街小巷声名鹊起。 作为一名顶级明星,郭富城的感情生活一直备受粉丝关注。 然而,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与模特熊戴林长达七年的感情,这段感情也让郭富城被贴上了。 渣男的标签,一开始,虽然媒体曾拍到两人牵手逛街,但郭富城一直否认。 直到2010年,两人被拍到一起看房,郭富城仍然坚称否认他们的恋情。 直到四年后,他才给了熊戴林一个名分。 然而,在大家以为熊戴林将成为天王嫂之计。 两人在2013年宣布分手,郭富城称熊戴林不适合自己,将他比作一双不合脚的鞋。 这段言论让郭富城被冠上渣男的头衔。 直到50多岁后,郭富城再未有女友。 然而,在2017年,他突然在网上宣布与网红方圆结婚的消息,引起了一片哗然,有粉丝戏称她是要、要。 女儿了,因为方圆比她小二十多岁,也有网友猜测方圆可能是为了上位而嫁给她。 他们结婚后,迅速生下了孩子。 直到2020年,真相才大白,原来是郭富城的母亲的愿望。 她希望在临终前看到儿子结婚生子,如今,他们已经结婚六年,感情依旧稳定。 在两人的近日合照中,方圆还罕见地露出了郭富城送给自己的手镯。 其价格高达35万,不得不说郭富城还是挺宠妻子的,明星也是真的有钱啊。 2.罗嘉良,60岁,作为曾三次获得TVB试地,称号的罗嘉良, 是最早一批来到内地发展的男明星之一,但同时也是最令人觉得痛心的。 1997年到1998年,凭借《难兄难弟》和《天地豪情》中的大头文、卓上文等角色, 两次蝉联了最佳男主角奖,到了2002年,更是凭借《流金岁月》第三次获得。 最佳男主角奖成为了TVB首位获得此奖项的艺人,然而,为了能够在内地有一席之地, 她竟不惜抛弃了自己的糟糠之妻方敏仪,罗嘉良与方敏仪结有一子。 两人从相识到结婚已经二十多年了,他们的感情一直都是让人羡慕的, 但可能是因为妻子长相普通和事业的顺畅。 罗嘉良的心开始变得浮躁起来,经常以工作为由,长时间不回家。 即便回家了,对妻子和孩子也是不闻不问,直到2008年,罗嘉良才终于下定决心要跟方敏仪离婚, 而为了弥补他们母子俩,罗嘉良选择了净身出户。 刚开始,方敏仪还觉得愧对罗嘉良,作为妻子什么都帮不了她,离婚后还给了他们娘俩足够的生活费用。 可没想到刚离婚不久就听到了她跟演员苏妍结婚的消息,方敏仪这才明白过来,原来不是自己不够好, 而是因为她早已找好了下家,苏妍出生于豪门,曾出演电影《芳华》。 据当年的媒体称,两人结婚的八十万元都是女方苏妍出的,罗嘉良相当于事,入坠,到苏妍家的。 罗嘉良跟苏妍相差十一岁,结婚后遇有一个女儿,但可能是因为抛妻弃子的形象,导致罗嘉良来到内地发展后,事业不仅没有起色,反而逐渐走下坡路,开始揭起了伤眼。 三,吕良伟又是七岁,众所周知,林志盈有一个外号叫做动灵男神。 但大家不知道的是,还有这么一个人,颜值比起林志盈也是毫不逊色,甚至烧胜一筹,他就是被称为香港的。 不老男神,吕良伟。吕良伟于七十年代刚出道时,就和周润发,赵雅芝合作过电视剧《上海滩》。 到了1991年,更是参演了周星驰的《赌侠2之上海滩赌胜》,从此一战成名。 最后,更是凭借电影《博豪》,获得了香港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提名。 至此,吕良伟在香港影坛可谓是混得风生水起。 同样的,她的感情经历也是十分丰富,是个妥妥的,人生赢家,她不仅结过两次婚。 而且,妻子都是当年万千少男的梦中情人。 第一任妻子是不老女神周海妹,第二任妻子是邝美云。 可最后都因为感情破裂选择了离婚,直到遇上了现任妻子杨小娟。 吕良伟在终于稳定下来,杨小娟是柜圈内鼎鼎有名的商界大佬。 曾担任过深圳商会的会长,具有非常丰富的投资经验,资产十分雄厚。 两人刚开始认识的时候,吕良伟正处在人生的最低谷,因为投资的失败。 不仅让她变得身为分文,还欠了上亿的外债,直到遇上了杨小娟。 在她的帮助下,不仅还清了债务,最后还抱得了美人归,陷入两人的孩子都已经21岁了。 可惜的是,她的儿子并没有继承到自己的优秀基因。 四,汤震业又是四岁。 提到汤震业,大家应该都会感到很熟悉,因为她出演了许多火爆的电视剧,比如《神雕侠侣》、《天龙八部》。 随唐演绎等,可以这样说,当年的汤震业可比刘德华还要,红。 只不过后来因为与女友翁美玲产生了分歧,导致她不堪压力自杀身亡。 汤震业也因为这件事情遭到了无数网友的谩骂,甚至在后来的两年时间里,她没有接任何的剧本。 自此,汤震业开始落下了神坛。 汤震业的前任妻子是亚氏的女艺人江坤,并在婚后迅速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和一个女儿,但这段感情只维持了八年就结束了。 而汤震业的现任妻子文静是个山东女孩,是她在内地做生意时认识的。 两人的年龄相差二十五岁,最重要的是,两人是凤子成婚的,可能是家族遗传的双胞胎基因,让汤震业再一次有了一对双胞胎女儿。 五,吴启华,五十九岁,年轻时候的吴启华,可以说是斯文败类的代表人物,因为长得太帅,还曾在圈内被誉为施奶杀手,有着非常高的人气,同其他大多数的演员一样。 吴启华也是从龙套再到主角一步一个脚印爬上来的,到至今为止,吴启华已经出演过一百多部作品了,这数量在圈内也是少有的,还记得1994年,他跟周星驰, 吴梦达合作的电影《九品芝麻官》里,吴启华饰演的,坚韧,方唐靖,可谓是让观众又爱又恨,并且后来还因为演得太逼真,招来了不少观众的骂声。 他也因为这部剧有了《香港四大恶人》之一的称号,但可能也是因为这个称号限制了他的戏录,在后面的剧里再也没有担任过主角,接的戏不是配角,就是让人憎恶的。 坏蛋,没有办法的吴启华只能选择来到内地发展,并在2007年的时候,与年龄相差21岁的吉林女孩石洋子结婚,婚后两人也曾经甜蜜过,还育有一女。 却没想到,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七年时间就结束了,但吴启华是个有责任感的人,离婚后的他依旧履行着当父亲的义务,每个月都会按时给前妻26万的赡养费。 6.万子良,又是六岁。万子良可以说是港剧的标志性人物了,出生于1957年的他。 有过非常辉煌的时代,他曾经与周润发合作过电影《赌王》,论演技和气势。 说实话,巅峰的万子良其实比周润发还要更胜一筹,只不过时过境迁。 随着万子良作品的逐渐减少,万子良才慢慢地淡出了观众的视野中。 而周润发却始终站在顶端,万子良曾有过两段婚姻,前妻是女明星甜妞,后来是因为万子良来到内地发展,常年的分居两地也是让两人的婚姻走到了尽头。 并在2002年的时候,万子良与小自己16岁的空姐郭玲玲结婚。 到至今,两人的感情依旧很稳定,只不过因为人到老年,并因为身体的原因。 万子良早已不复当年的老大,形象,七,陈浩民,54岁,有着古装王子,支撑的陈浩民。 也曾经有过一段巅峰时代,西游记二,风神堡,天龙八部等都是他的代表作。 之后更是凭借心悸功活佛奠定了在内渔的位置,但随着香港娱乐圈的下沉。 陈浩民不得已来到了内地发展,但内渔的竞争比港渔的更加激烈。 因此,陈浩民的事业并没有多大的起色,反而因为常年演网络电影,被观众起了外号叫做烂片之王。 但好在他结识了现任妻子蒋丽莎,两人相差16岁,婚后的蒋丽莎非常努力。 一口气给陈浩民连生四胎,并且每一胎都是剖腹产,可能是因为养孩子花费多。 再加上事业不景气,早在几年前,陈浩民就退掉了在香港租的豪宅。 一家人来到了上海租房。 8.张卫健58岁。 1965年,张卫健出生在中国香港。 1991年,因出演电视剧《老友鬼鬼》火爆香港娱乐圈。 但因为和TVB闹了矛盾,差点被血藏后,才开始进军内陆市场。 《少年方世玉》是他来到内地后主演的第一部电视剧。 大家也是从这部电视剧开始熟知张卫健,之后接连主演了《小鱼月花无缺》、 《齐天大圣孙悟空》、《少年张三丰》等罢瓶网络的电视剧, 并成功地让张卫健站到了娱乐圈的巅峰。 所以,可能现在得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。 张卫健其实是香港发家的。 张卫健的妻子是演员张倩,两人相差9岁,是在拍戏的时候认识的。 两人从2004年开始结婚,到现在也有19个年头了,但却依旧十分恩爱。 并且,张卫健还有一个《宠妻狂魔》的称号,据媒体消息称, 有一年张倩过生日时,张卫健还豪至千万给他在北京买了一套别墅。 并且,自己名下过亿的房产都是写张倩的名字,虽然两人至今都没有孩子, 但两人的感情依旧十分要好,从以上八位明星的感情经历我们就能看得出来。 很多来到内地发展的岗星,娶的妻子都是年纪比自己小的, 有些年纪小的都能够当他们的女儿了,不得不说这些岗星还真是厌福不浅。 那 那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